苏姓女子与丈夫陈南婚后外遇李姓男子,前年他与陈南签字离婚隔月,小王李南疑似与苏女争吵,进到苏女家门口张贴海报称我们的宝贝女儿在五个月一将来到这世上,前夫陈南才知苏女在离婚前就出轨,怒告两人索赔30万元。 凤山检疫庭审理后认定李南与苏女侵害陈南配偶权,判李南,苏女各赔偿22万元及3万元,可再上诉,判决指出,陈南与苏女结婚6年,因工作关系分隔北高两地,前年8月间苏女北上与陈南半妥离婚登记手续,不料,同年9月间,幸有一名李姓男子到苏女住处门口张贴海报称我们的宝贝女儿在五个月也将来到这世上, 别让她去承受我们种下的恶因与恶果,今天你所做事与处事的态度,过往的我,你早已粘在墙上,今天我没做任何动作做,是还疼起你,还会怠念你是孩子的娘等语,陈南看到后质问苏女,苏女则坦诚自己有外遇,陈南因此对两人提告,法院审理时苏女与李南均否认侵害陈南配偶权,李南说他所谓我们的女儿在五个月也将来 来到这世上报道,只是江苏女孩子视如己出,苏女也便称他向陈南坦诚外遇,是因想断了家人要求他与陈南复合的念头,并非真的离婚前就出轨等,但法官审理认为,李南在海报上同时张贴陈南与苏女所生幼子的照片,并劈图插把刀在陈童头上,事后还以简讯向陈南表示你儿子坏习惯那么多,我会用我的方式让他变好,别心疼。 等于,可见李南并非对苏女与他人所生小孩均是同几初,因而不采信李南辩子,认定两人是在苏女尚未离婚前就有性行为且侵害陈南配偶权,判决两人应连贷偿陈南25万元未付金,因陈南仅要求苏女赔偿3万元,剩下的22万元应有李南负担。 可在上诉,汪宁芳,高雄报道更多新闻,请看苹果陪审团粉丝团抢当好评友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下载苹果新闻网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